有時候說實在的 如果我們沒有在外面跑來跑去的話 有時候真的會忘記這個世界多大 或者說多有趣 現在人在深圳 在一個算是商場的頂樓 你知道我這個對面是什麼東西嗎 我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看得到 在這邊 基本上它是深圳野生動物園 跟寵萌樂園所合作的一個樂園 應該是這樣講 簡單講就是他們把這個野生動物園 搬到這個商場的頂樓 前面有梅花路啊 然後還有羊啊什麼的 在裡面跑來跑去 哇真的是很酷啦 好啦那我們這集要聊什麼呢 這集來聊聊不一樣的內容好了 關於這個藝人模式的陷阱 藝人模式是什麼呢 其實可能就是像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在這個當代的世代沒有在做自媒體的人其實很少 尤其是新生代的 那自媒體其實講白的就是自己在做自己的品牌 但其實認真去思考 其實就是把自己當作藝人在經營 所以我才會說這有點像是所謂的藝人模式 不管你的專業是什麼 你是賣麵的賣飯的 做音樂的 跳舞的 其實都一樣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都沒辦法把自己 跳脫出這個所謂的藝人模式 因為它真的已經整合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了 每個人都有一支手機 隨時拍都可以 所以今天這集就想來跟大家聊聊 這個所謂的藝人模式的陷阱 大家好我是黃子瑜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黃子瑜古教室 有些人可能不認識我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黃子瑜 本身是一個職業音樂人 從事音樂已經二十幾年的時間了 我是一個鼓手 所以我這個影片通常跟大家分享 或者在這個比如說在尋應的過程當中啊 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或者在做音樂的時候的一些幕後花絮 所以如果喜歡這樣的內容的話 不妨在這個影片的右下方點個訂閱鈕 打開通知鍵 你這樣才不會錯過每一集更新的內容 好 所以聊回這個所謂的藝人模式的陷阱 我是從我音樂人的角度來出發啦 那第一個大家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其實花太多時間在這個攝取媒體上面 不管你是在經營或者在回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你回覆每個人的留言 其實真的是花非常多時間 那更不用說製作像這樣的內容 真的是會讓你有時候忘記了 自己到底在做音樂還是在做藝人 所以這次一個大家要去反思的課題 尤其是如果你這個藝人模式經營的還不錯的話 可能你更難抽離 然後再來第二個陷阱就是 其實你在做藝人的這個狀態之下 其實會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 那這個別人的眼光基本上就是大眾的眼光 因為畢竟你在經營藝人嘛 你面對的這個群體是大眾 所以基本上當你陷入了這個所謂的大眾的眼光的時候 你會發覺其實會跟你的專業會越來越脫離 這怎麼講呢 就比如說音樂人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音樂的一些專業判斷 基本上是很專業的一個課題 但如果我們拿到譬如說自媒體上面跟大家分享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得到的訊息並不是專業的判斷 或者專業的一個回覆 但是因為你是在經營所謂的這個藝人的形象 或者模式或者說品牌 那你不得不去在意或者去回覆這樣的一些 他們的一些回饋或者他們的一些反應 但是久了之後你就會陷入一個 你很在意這些大眾的眼光 卻忘了其實你的專業的判斷是什麼 我並不是說在意別人的眼光不好 而是說你的專業其實是有一些專業的判斷 而不是來自於大眾的判斷 大眾的判斷並不會幫助你的這個專業的增長 反而是來自於專業的人的意見 可能比較能夠幫助你 強化你自己的這個專業的能力跟形象 所以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耳機的評測 那當然我們監聽耳機所聽的內容 可能跟消費者所聽的可能不一樣 消費者可能覺得你這個低頻越多越好 聽起來很爽很像在開Party 但是以我們專業工作的話 我們所聽的耳機 可能就要能夠聽得越 呃...怎麼講呢 越沒有渲染越好 那假如你是在做這個耳機評測的時候 你跟大家分享說 哇這個耳機多棒多棒多棒 那其實也許不符合大眾的口味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聽這種渲染過的音色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變成說 我要在意這些人的看法嗎 還是我要保持自己專業的這個判斷 但保持自己專業的判斷是不是就會 呃... 讓這個演算法變爛 因為就大家不喜歡你的言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課題 然後再來最後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呃... 當你在做這個品牌 或者在做這個所謂的藝人的形象的時候 你的本質其實應該是 你在做音樂的這個人設 應該也不是說人設 而是說你這個人本來就是在做音樂 當然我的前提是說 你是在做專業的音樂人 但是假如你的專業本質是藝人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我現在的前提是說 如果你的專業是在做音樂 專業音樂人的話 不要忘記說 其實做藝人或者做品牌 這個是你的一個形象 或者是一個行銷上的策略 一個品牌的經營 這沒有不好 像我現在就在做這些事情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現在你要能夠生存下來 很重要的一個技能 所以我並不是說做這件事情不好 但是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了自己的本質是什麼 如果你是音樂人的話 不要忘記隨時還是要保持著 這個音樂人本位思考 試著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音樂人 去做這些練習 然後或者去跟不同的音樂人合作 雖然這些東西短時間內 可能你看不到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助你這個品牌的加分 比如說你練習 你一直認真在練的 這個過程其實是蠻無聊的 你沒法變成一個自媒體的素材 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要看的話 可能要看一些比較煽情的演出 所以如果你花很多時間在練習的話 就好像是在做跟這個品牌無關的事情 但是這其實是對你的專業是有幫助的 所以永遠不要忘記了 你自己的本質是什麼 不要因為做這個品牌或做這個藝人而迷失了自我 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這個課題 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也是不斷地跟自己提醒 就是說我在做這個皇子鼓教室頻道的同時 但是還是不要忘了就是我身為音樂人的這個本質 所以我每天還是不斷地在充實自己 不管是聽新的音樂啊 或者去分析新的一些歌曲 或者在做一些技巧上的增進 基本上這都是我對我自己的專業的負責 那也不會為了因為想要拍片而拍片 當然我是給自己一個目標啦 所以總之大家要找到一個對的平衡 人生的這個平衡 好啦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人的陷阱 就這樣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